主席,剛才范國威議員苦惡婆心就問蘇副局長 公務員我就不問的,不過他就問得很清楚 是不是這個時候你都會繼續支持這個羽民為敵 令香港撕裂的林鄭,也都支持這些警察亂打人 被市民稱為黑警,你會不會表過態? 副局長 這個問題其實跟這個工程的撥伏不相關 副局長有沒有什麼想回應? 我對這方面沒有補充 如果作為一個學者,對這個政府,對於林鄭,對於警察的做法 都沒有自己的意見,副局長,我對你很失望 我都不是第一天吃你 講一點公道的話,做一個真真正正堂堂正正的人是很重要的 我亦都不想像建制派的議員說髒口罵林鄭,都不需要 但作為一個學者,見到的政府簡直不堪入目,與民為敵 還是用昨天那副嘴臉去做一些所謂的,完全不是甘心情願的一些道歉 其實香港人看來是相當之憤怒的 郭家麒議員,你這個撥款的問題 整個政府的施政是有影響的 我不知道這個施政怎麼影響你的政策局 你表達了意見 我現在給副局長,我不是問你,你喜歡表態可以表態 問題都是要經由主席提出的,副局長有沒有什麼補充 做國家議員的意見,我們聽到的 不,你表個態,副局長,這個不堪入目的林鄭政府,你都出一句聲 張秉良都可以出聲 郭家麒議員,因為這個問題 那些西環人的契仔又要出動 跟這個工程本身是沒有直接相關的 副局長呢,如果他願意作什麼回應呢 當然,我已經給他作回應,但他已經是 簡單說,他已經回應了 如果你再有進一步的追問這一方面的情況 最好在會外直接向他提出商討 何君堯議員,第四分鐘 主席,我希望在這個公事公務委員會裏面 討論我們正式的問題,不要借題發揮 因為我們有大會裏面有個議題要討論就在那裡討論 尤其是那些沒有伊德的那些 CIA的契弟那些,我很討厭 我想問問,有什麼規程問題? 對不起,郭家麒議員 主席,這個是立法會來的 契弟前契弟後這些不堪入議的事情 我請何君堯議員收回他 第二,哪些是CIA的契仔? 契弟? 我又不是說你 那你又說西環那些契仔 他是堂堂的律師說出這麼肉酸的說話 何君堯,收回他 你又收聲了 請議員,請議員不要 奧家麒,是我的時間 對不起,請議員不要 主席,你裁決他剛才所說的說話 並非以公情項目相關的問題來爭議 不是,主席,他那句說話很難聽 何君堯議員也並沒有針對任何一位委員 我已經解釋了 正如剛才… 主席,可以用契弟這個字的 是啊,因為你是 是不是 你還要說我主席 他現在說,我要他收回 我問他而已 垃圾 夠膽說不敢拍 請議員冷靜一下 垃圾 如果你不是契弟,你沒有問題 何君堯,你是垃圾來的 對不起,我不容許大家 在這個議事堂上 是對罵 而是說一些根本著語 與工程項目無關的事情 請問鄺正議員有什麼鬼情問題 主席,根據39庫護2 我要求何君堯去澄清他是不是這樣說 根據41發言內容 庫護5 他是對我們的同事造成 有沒有辱性言論 請一請請 何君堯議員有沒有需要澄清 我澄清,我澄清 我沒有任何含意 或者是明示 國家其實是契弟 我沒有這樣說 我也沒有這樣說 鄺駿宇也是契弟 我沒有這樣說 還有誰要澄清 我想大家也不要再在這個問題上爭辯了 還有沒有 澄清了沒有針對任何人 主席 好,鄺駿宇議員做什麼 39庫護2 剛才說鄺駿宇是契弟 請你澄清多一次 他說他沒有說你是 連中文你都不會聽的 契弟是說誰,何君堯 我沒有說你是契弟 我沒有說鄺駿宇議員是契弟 我是說這件事 我問你,契弟是誰 契弟說鄺駿宇議員是契弟 對不起 這個議事堂不是給大家這樣對話 對馬的 大家提出的 是應該以這個議程項目 就是PWSC 2019-2020 就是18號文件相關的 請何君堯議員提出你的問題 多謝主席 我對這個項目 我們基本上表示支持 但是我看到這個開支是3億3千多萬 而當中裏面就是 那個後備 就是前端和後端的那個系統 都已經是2億2800萬 我就想問問 就是當我們設置這些東西的時候 剛才有同事提出來 也是很valid的 就是我們整體那個隧道的營辦商 那麼我們就是 我們也是這個隧道就是政府的錢 去蓋 那麼這個費用由我們打下去 但是那個經營這個 就是這個autopayment這裡 免自動繳費那裡 那麼那個是 我們會不會有那個情況出現了 是貼了錢給他來去做生意 那麼這個 這個就是我想澄清少少 那麼3億多元似乎看上來不太多 但是那個比重呢 我們第二件事 我提出就是那個 那個 駐地和顧問費用加起來 都已經成3千5百萬 那麼另外應急 那這些一半 我都是提出來 都是覺得是 有少少的價錢呢 就會花多了 這些可不可以再省少少 這個我給處方回應 好 副局長 關於開支和那個詳情呢 請這個工程拓展署的同事 好 請梁中立廚長 多謝主席 就3億3那個的造價 或者我有幾點補充的 那麼因為這個不停車收費系統 畢竟在香港是一個新的系統 那麼所以我們做這個造價呢 都要找一些供應商 拿一些的報價 做一些英文說 叫market survey 一些的報價 拿到一些的參考資料 那麼就3億3 那麼同時間呢 我們都參考了一些外國 一些的不停車收費的系統 舉個例子 我們參考了在外爾蘭 一個M50公路 那麼一個在新近落城的 不停車收費系統 換算回港銀呢 大概有一個造價是3個億 3個億 那麼我們都參考了本地一些 不是直接相類似 但是有相關的的項目 譬如在青馬管制區呢 去換一個的交通管理系統呢 都是說3個億 那麼我們研究來說呢 為什麼3億3和外國3個億 或者青馬2億9有一個 百分之十的分別呢 不外乎有兩個原因 一方面呢 不停車收費系統 一個新的系統 所以那個報價呢 難免有一個日價 有Premium在那裡 第二呢 因為我們的不停車收費系統 是要負責這個 發單客戶那個管理的 所以有個百分之十的差別呢 也是合適的 那麼就這一點呢 我們都其實跟我們發展局 成本控制辦公室的同事呢 看看有沒有方式呢 好像議員說真的呢 可以減省得到造價的 那麼兩點 辦公室的同事 好好給到我們的意見 一方面呢 就因為我們在去年 做一個實地的測試 那麼呢 就發覺到呢 其實可以呢 在那些後備的組件 那些攝錄機呢 就可以是減省的 有助減那個價錢 第二方面呢 在那個工程設計方面 我們在那個文件都交代了 其實我們的龍門架呢 就會在將軍澳藍田隧道 將軍澳方便那邊呢 就設置的 因為將軍澳隧道 現在仍然是那些橋呢 都是設計當中 還未建的 那麼我們可以 藉著修改一些小小的設計呢 讓將來 放在龍門架上面呢 是更加方便 不需要做一些 大型的交通改道 或者作石市 兩方面呢 都有助減少價錢的 多謝 好 另外關於那個 費用裡面的 顧問費啊 就 駐公地人員薪酬啊 就是 賀議員問的問題 有沒有什麼回應 多謝主席 那個 駐公地的費用 或者顧問費呢 都是我們一個 按照那個實際需要 是估算下去的 謝謝 好 接著到了 陳志全議員 三分鐘 我知道 今次政府呢 其實是想借這個 張藍隧道 去試一試 不停車繳費系統 可能覺得 影響相對是 小一點 從小規模開始試 接著再推廣到其他的隧道 或者道路 但對於這個項目 對於張藍隧道 我是不支持的 因為我覺得最好的方法呢 就是張藍隧道 和現在的 張鈍隧道 都不收錢 即是當局是沒有描述 或者分析過 如果兩條隧道 都是不收錢 那個可行性 和那個影響 曾經在交通事務委員會 的文件呢 政府就只是說 如果 張藍隧道是不設收費 就會吸引大量交通 改用其他連接道路 就有違該隧道 作為六號幹線的一部分 以提供連接東西九龍的快速公路的原意 但是如果張鈍道隧道 和張藍隧道都是不收費 那就不會出現上面那個情況 那又可以折省回這個三億多的開支 也都可以消除了 之前都有人提過 我都很關注 也都沒有時間